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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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回到原来中医的时间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 有点和年纪有关系 根据香港政府所说 年纪大的人就有多 年纪老化 年纪大的人就有多 是的 没错 所以我们今次想讲讲 香港常见的老人疾病 怎会那么重要呢 年纪大的时候 好像我这样的年纪 虽然说不是很大 也很近的 但也感觉到 有时真的叫力不从心 是 退化 所以我们今天 特别是请周医师回来 讲讲香港的老人疾病 特别是常见的 因为你知道香港政府 很多时候 我们见到很多心血管病人 在政府医院排很久 搞两下都不好 如果可以预防到 那当然是好些 所以今天 多谢周医师来讲讲 我们香港常见的老人疾病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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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医师想请问一下 什么叫老人疾病 老人疾病这个名词很广泛 逢是所有的老人家 患有的一些推化性的病症 都为之老人病 举例 比如说一些老人痴呆 很普遍我们听到的 譬如说一些 一些腸胃度的消化 的减退 实肾功能的推化 或者是糖尿病 或者是一些 很多的病 骨质疏松 关节 退化 全部都是属于老人病症 这个范围很阔 所以 所有身体机能的一些退化 或者是老化的一些病症 都是属于老人病的范围 老人疾病 老年就是老人家 其实老人的定义 在古代和现在有些不同 是的 而现今 什么叫老人家 就是 国家有国家不同的说法 是的 有些人觉得 50岁以上 就为之年纪开始成长 但有些人觉得 60岁以上 退休年龄之后 就是老人家 未退休都为之壮年 其实香港的受命率也挺高 是的 因为现在 男女都七十多岁 七十多岁 女性到八十四 所以 一般现在就说 很多 因为有饮食 或者健康的情况 有很多药物的帮助 现在的人 身体各方面的状态是好些的 因为他病 没有病得那么久 症得快了 所以 年纪的老化是推迟了 你看看 那些药物 或者落后的地方 推化得快些 例如一些农村的地方 那些人是残疲 你看看 那样子很残疲 很老 有没有护肤品 有没有护肤品 有没有健康成品 有什么护肤品 护肤品 茶是好些的 但是 农村 或者偏远 红困地方 山区地方 这些都是老化得比较快些 所以他的病人会领快些 执病会领快些 身体细菌能也会呈压得快些 寿命也会短些 Sid 太偏远 还是比较艰苦的地方 但是 你刚才说的 偏远的地方 吃的东西 虎市比较简单些 可能保养没那么好 但他會不會吃得比較天然的食物 你知道我們城市人每天吃的食物有很多塑化劑、業製品 又會將我們的壽命又點回一些 這是所謂的現代化的問題 剛才說得很對的 現代城市有城市的老化病 農村有農村的老化病 不同的 農村很難見到膽骨唇膏 很少見到血管阻塞 很少因為每天都耕田 每天都耕田 營養都不太夠 皮黃骨唇就有 你看到膽骨唇膏是很少的 所以他們這類的老人病是比較少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城市裏 因為吃了很多化學物質 很多油膩、肉類的東西比較多 我們城市裏的老化病 老人病是偏於呼歸病 呼歸病比較多 有錢人的病 飲食豐富、生活富足之後 而出現的病變 通常是吃得多、飲食得多 而令身體提早衰退了 是的 好 剛才你說國家不同 有不同年齡的老人病 香港這個地方 你知道香港又是一個 這麼緊張的城市 吃就吃得好 要吃什麼都吃得好 但我們都有一些特別的老人病 其實老年人 其實他有什麼生理的特點 即是去到老人病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不同 年輕人 比如說很難消化 有些人想事 又是來一屈 其實他有什麼生理的特點 其實主要分為幾方面 一方面是心血管的病 是最明顯的 另一方面是情治方面 第三方面是在功能上 譬如是腸胃、腎等 這些退化 即是器官的退化 先講心臟、心血管功能 心血管功能很多時候是因為 他那個飲食的習慣 譬如說吃的東西太過油膩 太多煎炸 或者是肉類太多 膽固醇太多 通常譬如說你去餐廳 吃自助餐就知道 豬扒、搶擠飯 上西、酒樓那些芝士 角龍蝦、花膠 這些都塞進去的話 自然你血管裏面就有些黏糊糊 什麼油膩的東西都有 內臟很多人很喜歡吃 很多人覺得很好吃 豬肉拌飯 有些人覺得很好吃 牛雜 很多人喜歡吃 但是 就因為他沒有限制自己 繼續放縱自己的東西 越吃越多 只要憑著自己的喜好 我喜歡就吃了 吃過了量 其實少量吃的問題不是很大 但是吃過了量 就出現了很多心血管的問題 通常出現的就是 要是血裏面的黏度越來越高 血黏度高了 膽固醇會偏高了 膽固醇偏高了 膽固醇偏高了 繼之而就會血壓 就是血管的彈性喪失 收縮不好 收縮不好 會出現高血壓的症狀 血壓上升了 黏度越來越高 慢慢慢慢 又會出現血管的阻塞 血管阻塞又會引致血管硬化 繼之而 可能越失越厲害 黏度越來越高 血管塞了 就會出現中風 等等 這些血管破裂的情況 都會出現 這些都是屬於心血管 常見的 在城市裏面 常見的一些老人的疾病 不過這不是老人的專利 在我們診症的經驗裏面發現 其實這個雖然是 過往是老人的病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 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 都很常見的 這些心血管病 因為都是 年輕人又喜歡吃 老人家都喜歡吃 小運動 小運動 引致到這些心血管病 近來我們聽過一些 年輕人的新聞報道 都說一些四十幾歲 突然刺死了 都是很多血管阻塞 突然間的急性心臟病發 而死亡 甚至乎中風 都是引致一些 刺死的很重要的因素 其實關不關乎 瘦和肥事呢 譬如心血管 通常心血管 沒有那麼健康 都是因為飲食的問題 比較多 通常偏肥的人容易出現 你看到也是 脖子比較短 肥膏肥肢比較多的人 會容易出現這些心血管疾病 但是瘦的人都不等於沒有 膽固床很高 有些人先天骨架 體型比較瘦 怎樣吃都不會膨脹出來 但是血管裏面很肥 你看到嘴唇 雨雨黑黑 血裏面質素很差 很髒 黏沙度很高 血管阻塞的情況很厲害 但是他很瘦 所以這個不一定是肥 才會是心血管的問題 但是普遍是肥 但是有些人先天肥不到起 他瘦的都會有這些症狀 在臨床上面 另外剛才我們講到 譬如精神上的問題 老人家有很多精神上的病變 譬如失眠 或者是精神抑鬱 或者是老人家的細胞 老細胞退化 引致老人癡呆等等的問題 為何老人家會有些精神的問題 譬如他通常退休 或者是退休後他沒有工作 可能在多思多累之下 想事就想多了 好像脫離了社會 脫離了社會 或者覺得自己沒有用 或者是想多了 子女又不理解 沒有人跟他聊天 現在子女很多時候要上班 做事 都沒有人陪他 如果有兩老一起的 就更好些 如果隨便離開一個 那更麻煩 另一個老人家 抑鬱的情況會更厲害 因為沒有人跟他聊天 除非他的社交圈子是好些 但是很多時候他們都是心境 多數比較差 心境 我知道有些老人家 就算你說社交活動多 有些老人家說 到晚上就不想外出 又說看不到 根本上和終於光狀 好像人都不夠氣 想走都不夠走 很多時候他們擔心 他們自己走出街會跌倒 會撞倒 還有那些事力是比較模糊 他們走出街很怕看不到被車撞 變成晚上通常是靜靜地在家 這種情況也會令身體氣機的運行更加差 因為少了出去 而且也會更加想多了 因為經常是對著四面牆 自然就越想越多 思慮方面也有很多抑鬱的症狀出現 老人家 對 至於機能的退化 剛才說到第三個重要的因素 是消化系統 消化系統的退化 腸胃 消化系統退化很多時候 引致它的營養吸收不好 或者消化不良 又或者出現腸道蠕動比較差 它就會出現便秘 對 很多老人家 通常老人家都有這個 通常都有 通常很多人都無法撞倒 所以他們經常吃多些纖維 或者是補氣 才能通得到 但是通常通常都是差一點的 甚至乎很多時候要來看醫生 拿藥食 都是因為通不到便 但是如果老人家通不到便 他的身體腸胃度消化就會好些 有些毒素會少些 他身體各方面的病都會少些 當然他如果保持身體有鍛鍊 他腸胃消化功能退化得沒有那麼快 對 呼吸系統老人家經常會咳 經常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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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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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用得久一點 粗一點用的 不斷的 自然就快點打柴 明白 原來這樣的情況 周醫師剛才講的腎是最根本 其實中醫的五臟六腑 其實都會引致到 老人家的衰退 其實有時我們都會 跟病人說 為何之前沒有這種情況 為何今次是有的 其實原因是否都好像我們拉著橡筋 拉著差不多的時候 頂不上下 就馬上斷了 很多時候我們人 有一個很主動的意識 當你很集中之前去工作的時候 你會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一點上 是 譬如說你上班的時候 會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上班時間裏面 一下班的時候 整個人就叮咚 你拉痕了 晚上就好像沒有力氣 精神不夠精力不夠 你亂在家裡睡覺 這個也是 平時可能 鬆緊的節奏做得不好 我們也是要學習 即是 無論是年紀大 或年紀小 年紀小 年紀也好 其實也要學習如何平衡 如何平衡 如何平衡 鬆緊之間的一個力度 這是一個學問來的 是一個學問來的 是嗎 要平衡 用多少力才做得好 又不用去到120% 用得太盡 用得太盡之後 又好像突然間借了下來 我們恆常地能夠持續 很健康 很有力去工作 是我們城市人 應該要去掌握和學習的課題 是 平衡 是 這個平衡 剛才說過 之前的觀眾看開 我們都會講一講 其實中醫所謂的五臟六腑 和西醫的確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真的 我們都要提出 因為很多時候 病人來看病 就說 我們說他神虛 神氣不足 他們說 我們在西醫那裏 發炎所驗 他們說沒有問題 也正常 但是我們中醫 就說真的神氣不足 我們中醫的東西 是比較虛無飄渺的 其實不算虛無飄渺 一個叫做雲觀科學 一個叫美觀科學 但是一般老百姓 就將它形容成虛無飄渺 或者是比較圓 比較抽象 其實中國的思想本身 是比較雲觀的 我們稱為雲觀思想 的理論 但是 外國西方人喜歡 以微鏡看東西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 我們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我們每天接觸的都是西醫的東西 那 九月九日就習慣了 這種模式思維 不代表誰是正確 誰是錯的 一般人如果是思維目識 習慣了這種模式 因為從小到大 你在學校的教育裏面 長大都是這樣的模式 但是如果你長大 在波波齋的長大 你很接受中國的 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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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這樣 因為現在香港 尤其是香港 受到英國統治這麼久 所有思想文化 都是受到外國的影響很大 但是如果你在中國大陸 又不同 他真的教你四書五經 很多中國歷史 和黃老思想 學得比較多 你對中國文化了解 其實你很理解中醫的概念 因為我們讀中醫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 可能是我們平時 講習慣的東西 其實已經是習慣講習慣的東西 只不過我們香港人 未習慣這種東西 很多東西都沒有深入研究 牙齒其實有分 後面有牙齒 前面有齒 咬牙齒齒 其實真的有這些根據 有有有 我們平時不留意 是 另外 剛才講的腎氣這麼重要 我知道 除了腎氣之外 五藏六虎 其實我們都要維持 如果幾個狀 虎都要維持得好 是 都要 我們五藏 其實包括了 肝心皮肺腎 心肝皮肺腎 很重要 但是我們中醫所講的 心肝皮肺腎 和西醫所講的心肝皮肺腎 是很不同的 是的 我們不是指 本身的器官 細的範圍 我們剛才講的 西方醫學是用微觀的看法 所以他們是微觀地 或者是刻意地 看著器官本質 但是我們是港義的科學 中醫是港義的科學 就是這個內臟所牽涉到 引領著牽連帶動著的 一些器官 或者是神經線 或者是血管 相關的東西 都包含在內 這叫做港義科學的理解 那麼俠義科學 和港義科學 都可以並存的問題 你理不理解 怎樣理解 因為我們中幾天 撞就收藏 虎也要通 胃一定要排得空 才覺得舒服 沒錯 所以中醫的理論 跟西方醫學 真的有些不同 其實我想問 如果中醫的角度 我們有五臟六腑 其實會否有些預測 或是有些精兆 譬如說 口臣子 會代表神開 血不好 其實有些甚麼 可以令我們知道 我們五臟腑氣 開始有問題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觀察到 例如西方醫學 一定要看化驗指數 看化驗指數 當然這個化驗指數 是作為一個參考的指數 但是西方醫生 又會告訴你 他有多多一套 叫做亞健康的科學 亞健康是嗎 亞健康 而微觀世界 解釋不到的東西 全部歸入了亞健康 亞健康 亞健康就是 我們中醫所說的 一支叫做預防醫學 預防醫學 預防醫學 我們下半月回來 周知詩詳細說多一點 亞健康 因為我們經常都聽到這個字眼 好 好 好 入回來下半月的原來中醫的時間 Tracy 上半月我們找周醫師說少少少 關於你說 預測 這個 衰老 這些情況 周醫師說到 跟亞健康狀態有些關係 對 我們日常常聽到 一些人都說亞健康狀態 亞健康狀態是甚麼 亞健康狀態就是說 所謂的事 在化驗所指數 譬如說 你驗血 照X缸 或者是 整個心電圖 或者是驗腎功能 其實都驗不到有事 就像剛才我 那些病人來說 我說 腎氣不足 腎虛 但他檢查我的腎沒事 但他自己覺得很不舒服 他覺得周身不聚財 然後是面青口常白 然後是無精打采 甚至乎眼睛不大 眼睛又毛 眼睛又濃 但醫生說他沒事 因為他化驗指數沒事 這就是後來西方多了一個 黑鴉健康的科學 一個補充他不足的地方 其實跟我們的理解 這個邏輸很接近 我們中醫的都是防患於未然 治美病 中醫我們的物象學 或者是四診 所有診症的結論 其實都是一種 我們身體機能上 只要是一個病變 或者是一個氣血的變化 其實我們都可以測達到那個器官 我們經常說肺虛 神虛 其實肺虛、神虛 是在化驗指數上 未必驗到有指數變化 你說實光陰虛 即是在化驗指數上 驗不到甚麼陰虛 但其實病變已經出現了 這些病變 不在指數上看到 但你真的不舒服 你亦都出現了 可能在氣機上 或者是身體功能上的下降 只是下降的程度 未去到 即是在報告上看到 但這個已經是需要治療的階段 所以可能你在治療的時候 我們會調理你的虛症 或者是寫一寫你的火 哪個內臟有事 我們都會去平衡它 但中醫的概念就是 你可能在頭痛 我們未必是真的治療你的頭 可能你頭痛 我們要補補你的血 你說屬於血虛的 補補完血你的頭又不痛 所以不是頭痛 就是給你止痛藥 你Panadol 就止了你 概念是不同的 所以就是 你頭痛 我用止痛藥給你 你先止了它 所以一般人現在 市民都是邏輸成 我頭痛 你還要補血 越補越痛 其實質詢 質詢醫生 其實是變成病人教醫生做事 所以概念錯了 就是西方醫學 就是我正在痛的 你就止了它 所以一般病人覺得是這樣 其實邏輸上是不對的 在中醫來說 可能這個是屬於氣虛血虛的症狀 可以在補的方面 補完之後它就沒有事 可能手腳冰凍 手腳冰凍可能 它未必是 在西醫來說 它真的沒有給你吃 手腳冰凍 它覺得你沒有事 穿多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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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亂 穿完之後 手一樣冰凍 穿完之後 反而拼命飆寒 手仍然這麼冰凍 但事實上 在我們版本來說 就知道 它本身身體機能上 是比較虛弱一點 或者是 你度完血壓 血壓低一點 或者是 氣血不好 我們要調理它的氣血 可能 某些腸胃吸收又差一點 我們要調理腸胃 令它的血氣會好一點 這個是 我們中醫的概念 是一個整體觀念 一個治療 是很重要 我們需要 多說 多認識 老百姓或者市民 才會明白 他們正在說什麼 是 是 大家才有不同的語言 剛才說 你一直說 陰陽不得平衡 雅健康狀態 其實它已經告訴我們人體 其實你已經有事了 只不過你自己 去不去留意這個情況 其實這就是 我們其中一種 令到 老人家為何 有病的時候 一來的時候 可能嚴重得那麼厲害 可能因為 平時我們覺得 小小事 不太理會 其實已經在退化 已經在退化 很多時候 某些身體的症狀 好像我們的 例如發燒 發燒 本身未必是感冒 是 可能身體的某些機能 出現一種 或者是某些機能 突然間可能有一個 病變出現 它正在提醒你 提醒你 你要注意 但是很多時候你發燒 西醫就先給你一個退燒 對 但是本身它的訊號 是你身體其他 某些機能有問題 對 但是你按了燒下去 溫度降了下去 它變成這個 溫度降了下去 它沒有了這個 訊號給你 是 你以為康復 以為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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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再去注意了 很多時候我們 譬如假設有些癌症病 開始的時候 還是先發燒 可能某些地方 可能胃痛 痛癡癡癡 但是你又不去理它 不去理它 你又忽略了它 過了一年半左右 越來越厲害了 這樣才去 可能都未發現 可能都是在吃自動藥 可能是在吃自動藥 或者是在退消藥 變成延悟了病情 中醫就不是這樣理解病情 其實是反反覆覆發作的 虛症 因為它突然爆發出來 對 突然爆發出來 所以要看回身體的症狀 不是發燒你就是退消 那概念就錯了 因為我知道中醫裏 有些人唏噓發燒 唏噓發熱 其實都是一些訊號 是一個訊號 代表身體可能某些事情 就是不通暢 或者虛弱表現 你便要調理一下 究竟是虛 還是實 要調理一下症狀 對 這些就是一些 杜蘭打瑜伽 不過剛才張醫師 我又想問你 其實幾集都有講到 氣機這個問題 氣機剛才是中醫裏面 是甚麼來的 氣機就是說 我們中醫說 通則不通 通則不通 其實氣機就是說 通常我們全身上限 五臟六腑的一個 連繫的一個 活通道 所有氣息的流動 氣血的流動 都要通過這些管道 例如神經腺 或者血管 裏面都包含了很多氣機 即是氣機是一個講義的東西 是 包括這些所有傳遞的物質 這些氣機暢通 你自然身體有機能 腸黃健康 如果氣機阻塞 自然身體有機能 就會處於一個 可能病變 或者是一個衰退的狀態 好 我想問 姚醫師 是 你剛才說的氣機 會不會是關於大自然的事 氣機和大自然 怎樣說呢 氣是來自於 我們呼吸之間 吞吐 入了身體 而幫助我們 滋養我們身體的細胞 當然 我們科學來說 呼吸時 將氧氣帶進去 幫助我們 我們身體需要很多 細胞需要很多氧氣 才能夠製造很多 叫做 營養物質 或者是 輸送我們很多 帶了很多營養 去不同的機能上面 我們都需要 細胞的活動 是需要氧氣的 這個是知道的 但是古代沒有氧氣這件事 是的 中醫是一個講義 我剛才說的 是講義的課 它沒有那麼微觀 它說這個是Oxigen 這個是氧氣 這個是氧化碳 我們就知道 氣的流出流入 它也叫做氣機的流動 因為我們知道氣 就是一些有推動力的東西 可以動動的 令到你的人充滿了活力 就是氣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環境也會影響碎積 當然 天氣又濕 全身也會影響老人家的病 天氣潮濕會影響 通常有什麼大自然的環境 會影響老人家的病 例如說好像翻風下雨 或者是 中中的天文台 中中的天文台 中的天文台 突然間有些寒流 吹過來 可能老人家都會預先知道 它不是它知道 是骨頭知道 骨頭在鼻子一鼻子 痛一痛 那些東西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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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明天來了 或者是後天來 這些都是一種 它身體的自然反應 天氣對那個關節 是一個很明顯的反應 例如乾燥 乾燥 可能秋涼 天氣轉變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 皮膚慢慢緊 不夠水分 這都是一個自然的 天氣的反應 不一定是老人家的 年輕人也有 年輕人也有 皮膚慢慢緊 塗完船膏 塗十幾十支 對 十幾十支 這麼好吵 很乾燥 對 對 那食物呢 食物方面 會影響到衰退嗎 食物也會 例如說 衰老嗎 很多食物都會令到我們衰老 例如說我們經常吃很多 膽固上很高的東西 我們會阻塞血管 例如說我們吃很多煙 酒 酒精會令到我們的皮膚會差 煙也是令到我們皮膚的顏色 有些色素在我們皮下 或者是嘴唇都會深色一些 因為吃煙多 我們血裏面的含氧量會降低 是的 我們煙油在血裏面沉積 會令到我們血色素會變得暗雅一些 沒有那麼鮮紅 是灰灰的 你會覺得吃煙的人嘴唇總是好像暗黑黑 當然你吃第一支煙不覺得 你吃了一年半 你會覺得嘴唇都會黑了 那些臉色就很不同 皮膚質素開始下降 會乾一點 會乾重一點 會乾爽一點 會乾爽一點 因為本身的煙是正在燒 是逢熟火的 是令到瓶液沒有曬 所以這些都是影響健康的質素 而酒精也是 酒精本身是令到很多身體的 蒸發了一些水分 某些酵素 某些有益的物質 都會幫它破壞 亦是傷了肝臟 肝是藏血的 酒精積累太多在肝 酒精肝就變得了 是的 我們的身體的血氣也會比較差 因為肝藏血是混化身體的營養物質 變成肝血滋養得不好 自然身體會出現暗瓦 或者血色不好 甚至乎可能會出現很多的免疫系統的問題 這些都是不好的影響 因為我知道 譬如說消化系統不好 都會形成一些所謂的脂肪肝 脂肪肝基本上在現代醫學來說 是一個化工廠 對 化工廠 對 化工廠 基本上脂肪積聚在肝裡面 基本上你那個真是令到肝的負荷更加差 令到那個人更加容易衰退快一點 對 肝變得變得變得更快 肝變得更快 肝變得更快 但肝變得更快 剛才你說的是肝本身是差的 可能是因為肥胃的那裏 雲化是差的 本身你的運化消耗蛋护醇和脂肪的能力降低了 就會積聚在肝那裏 沒有地方去 即是你消耗不到它就積聚在 太多了 它排不出去就塞在裏面 所以肝作出現太多的脂肪積聚 長遠來說一定不單止脂肪 會出現肝硬化 肝硬化 一個程度的分別 一個漸進程度 食物都很重要 很重要 剛才講到肝 中醫肝是和情志有關的 情志也影響到一個老人家的衰老 情志也影響到衰老 不一定是食物的 心情的變化 也會影響身體的內分泌 血壓的變化 例如你笑的時候 臉會比較紅 你去量一量血壓的時候 笑完之後去量 血壓一定會飆升 是 當你哭完之後 血壓又會飆升 是 你發現了血壓之後 也會 所以這些情志的變化 也在影響身體機能的保持 這也是有餵養生的道理 嗯 情緒也很深入 對 試想一下 剛才我所講的 血壓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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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一些憂慮 都已經會影響 如果你長期有情緒影響的話 你的身體機能也不用自意會很好 通常都是一個比較差的狀態 所以人們經常說平常心平常心 對自己的健康也好一點 沒錯 如果以上所講的話 那用一些東西可以預防或者延長這個衰老 一定有 你知道我們全紫皇派地 對 對 都是想 對 對 沒錯 每個藥廠都扮演一個煉丹的角色 對 有不同的成爲 對 對 我們本身 現代的煉丹爐 其實就是 我們現代的名稱叫做藥廠 對 對 在藥廠裡面其實都在練這些單 因為 不過現代化的單 就不是黑蜜蜜的 對 可能有一片片 包裝的石 又不同 對 又有一些石紙袋 對 或者是有瓶瓶裝著 對 其實都是古道的單 對 對 現在都是在那裡的單 甚至乎現在還有些小物丸 都是已經裝成了一瓶瓶 很好看 好像我們坊間賣的什麼白鳳丸 對 其實它都是黑蜜蜜的 小小粒很小粒 它都包裝到 在那些瓶裡包裝得很美 對 其實這些都是古道的單 就是養生延年一宿的單 不過它現在在現代 用不同的形式出現了 對 方便我們食用 而且是包裝上 是美觀好多 入口亦是方便很多 除了我們食乘藥去預防 那是否食得好一定行呢 每天吃口心刺肚 你知道是最貴的 是否食這些一定行 剛才我們說過 食得要好要健康 但好不一定是要貴 或是要肥膩 因為好的定義 我們可能吃菜 或者吃一些很清淡的食物 反而是好的 對身體健康是好的 要看你身體本身需要甚麼營養 如果你營養是需要多些纖維的 或者需要多些維他命的 那你應該吃多些菜 吃多些水果 但是如果你身體是需要 本身是貧血的 當然你要吃些肉 你不可以只吃菜 看你身體的體質 而調教養生的份量 至於剛才所說的 是否包心刺肚就一定好 也未必 真的大部份 包心刺肚對大部份的人 都不太好 都不太好 所謂的鮑 即是鮑魚 鮑魚吃得太多 其實都會難消化 影響腸胃的運化 心即是海參 海參是蛋白質豐富 也是難消化 太多都是難消化 吃少量的吃多快 是可以的 補充蛋白質 令皮膚彈性好些 但是通常現在的人 食芯 就不斷吃兩片 通常是吃到自己滿足為止 通常是蛋白質超標 不合當 癡就是如癡 如癡本身吃得多都是不消化 是不消化 它本身營養都是由蛋白質為主 是 即是很多名貴的東西 其實都適可營治 膽質特別豐富 對 膽質特別豐富 吃得多就是飽飽飽飽飽飽 飽飽飽飽 還有我們身體不需要那麼多動物蛋白質 這些其實全都是屬於動物蛋白質 我們身體正常來說 植物蛋白質和動物蛋白質的比例 應該是八和二的比例 植物蛋白質是需要多些 因為植物蛋白質是容易消化些 容易讓我們身體運用 而動物蛋白質是難運用些 即是會積聚 對 還有要看個人體質的問題 如果體質是比較虛弱的 可以吃的比例上是多少 但都不會偏差得很遠 都不可以說多 我每樣一半 都是消耗不到的 所以這個飲食的節制是很重要的 包心肆肚已經是這樣的 如果這些不是很貴的 但很好吃的 譬如說龍蝦 芝士龍蝦 或者是那些 可能內臟也很好吃的 去酒樓喝茶 雞腳 雞腳 燒賣 燒賣 牛八卷 那些都是有些膽固率很高的 吃得多都是積聚得很厲害 我見很多病人 他們的生活習慣每天都去喝茶 是的 很多老人家都是 老人家很多時候都是走樓榴蓮 但是他們現在都不是一中兩件 一中四有幾件 現在都不會這麼折件 現在是富裕了 不是一中兩件 現在都是一中四件 一中六件 一中八件 都照理 一邊聊一邊吃 很開心 對 家庭主要也是 我見他們吃得很多 很多時候的癡肥 都是經常走樓 其實這些開始已經達入了 你將來老年人的病 那種危險的信號 還有這種生活習慣 是一個很危險的生活習慣 最重要的是 我知道香港常見老人的疾病有幾樣 糖尿 高血壓 中風 這些 或者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些病 原因 以及如何調攝一下 可以 剛才說的高血壓 膽固醇 我們都概括地說了 其實主要是食物引起的 但喜歡來說 有時候人虛也會有高血壓的情況 虛也會 但是比較少一些 現代的人通常是在緊張的生活 憂慮的生活裏面 而積聚出來 令到高血壓 很多時候未必是膽固醇膏 或者血管阻塞 是因為壓力 或者是懲滯的問題 形成了血管長期緊張 開始的時候就是短暫的高血壓 但是他長期有壓力 長期有緊張之下 變成了一些長期慢性的高血壓 已經是持久 已經變成了你身體的一部份 血管已經是長期受壓 已經形成了一個固定的高血壓 而有膽固醇 通常血壓都會偏高 血管的彈性就會變差 是一個相關相連的問題 而中風呢 亦都是跟這些好朋友 好朋友 又是一連串的問題 有膽固醇 有高血壓 很容易出現血管阻塞 血管阻塞之後 很容易出現中風 中風亦有分兩類 通常是封閉型的中風 一種是開放型的中風 封閉型的就是血管阻塞 即是你塞到某個程度 塞到某個程度 塞到某個程度 就封閉了 封閉了 你幸運就封閉了 但不幸運 連血管旁邊都會爆起來 塞住的地方都會爆起來 那就是開放型的 開放型的 開放型就是爆血管 最重要的是重經樂、重狀虎 重經樂、重狀虎 重經樂、重狀虎 很危險 是的 那麼糖尿呢 糖尿很多老人家都有糖尿病 很多老人家都有的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有個誤解 以為糖尿病是吃糖引起的 不是 吃甜點多引起 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糖尿病 很多時候病人 最初的時候形成 通常是身體疲勞 虛弱形成的 身體沒有節制那麽調節 經常熬夜 很晚睡覺 或者是經常失眠 睡不著覺 而令身體機能下降 再繼而出現 生活的不節制 飲食出了問題 而導致胰臟的失痕 吃什麽呢 譬如糖是其中一件事 太甜 或者是太濃味的 很多醬油 豉油 蠔油 這些等等的東西 都會令到身體的機能 尤其是胰臟受損 譬如煎炸生辣 那些東西 亦都會令到胰臟功能 直接受到破壞 另外就是 防盧過渡 就是 性生活過渡 不節制 亦都會令到身體機能 處於衰退 或者很疲勞的狀態 亦都會影響到胰臟 或者腎功能 這些胰臟功能和腎功能下降 西醫就說是胰臟的 胰臟酸分泌的問題 但是 其實在中醫來說 全部都是屬於神 神 陰力兩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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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些 症狀病人 叫三多症 好聽點 叫三多症 甚麼都有 是 又可以吃 又可以喝 又可以去廁所 去廁所很頻密的 所以叫三多 甚麼都多 多喝多吃多尿 經常去廁所 又可以吃 經常肚餓 是幫忙吃東西的 又幫忙喝水 經常口渴的 所以症狀好像沒有甚麼大礙 其實這些都是很嚴重的老人臟病 很嚴重的老人臟病 是的 因為糖尿病本身 看來好像只吃下降糖藥便沒事 其實不是的 糖尿病嚴重的程度 除了吃藥 吃藥慢慢吃 吃藥便不行了 是 最後要打針 打針也不行 劑量越來越大的時候也不行 這樣就很難處理 是 糖尿病都嚴重的時候 其實某些器官是負難的 譬如說腳趾 手指 這些通常是負難 是因為血管阻塞 或者是血液流通不好 或者是糖漬在血管上 某些血管負難了 很多時候都要切掉它 即是腳趾腳 之前好像有一個藝人 都是整個腳趾 是的 那個藝人 是的 今天周醫師講了這麼多 關於我們為何有老人病 其實都是要多做運動 吃得好 睡得好 睡得好 是不是 要休息得好 是的 今天的時間是夠了 多謝周醫師 今天要講老人臟病 好 下次要請發言講其他講話 說多謝 好 謝謝